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 今天我來跟大家分享這一個叫做Hypersonic無線藍牙耳機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箱吧 這個盒子裡面有無線藍牙耳機 還有小小的耳機充電盒 它還附給你兩種不同形狀的耳機 它有一種是有運動掛鉤的 那如果不喜歡運動掛鉤 它也有附給你沒有運動掛鉤的 耳塞有附給你小中大個一組 但都是銀光綠就沒有黑色版本 它還附給你一條Type-C的USB 最後裡面還有一張說明書 OK 所以這個藍牙耳機用一天之後我就發現第一個問題就是它的底噪 底噪是什麼呢 就是有點像是收音機 那種 的噪音 就是在你沒有放音樂的時候 它還會持續 這個就叫做底噪 聽說藍牙耳機有底噪是不是還蠻正常的 但是這個Hypersonic的底噪真的是太誇張了 如果正常播放的音量是100%的話 它的底噪可能有30%到40%都是底噪 蓋掉你的音樂 真的超瞎 這Hypersonic是我目前聽過底噪最可怕的耳機 可能收音機收炫好的時候還比這個好 這耳機的低音根本就出不來 非常失望 那它的高音呢它就跟著底噪一起消失了 如果播放的音樂高音有慢慢fade out 慢慢淡出的時候 它會一直顫抖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它有點像蚊子在你耳邊就這樣 反正聲音品質就真的是糟糕透頂 我用這個耳機聽我又聽我自己的原創音樂 但真的都沒有還原出來 耳機兩邊的控制按鍵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它的按鍵有點硬 所以你要按按鍵的時候你要把整個 耳機塞到耳朵裡面非常不舒服 它的音量控制也非常神奇 像我用手機播放我只有一格的藍牙音量 就超級大聲 我耳朵都給我炸開來 那我猜它的音量這麼大 它其實是想要用音量來掩蓋它的底噪 因為如果你的音樂只要有點像搖滾 比較豐富的音樂 底噪就會比較不明顯 那音量開更大聲 底噪也會更不明顯 我覺得這一副就是運動藍牙耳機 因為它防水輕量化還有舒適穩定的佩戴 可能你跑步啊運動的時候 你就聽不太到底噪 因為運動就很吵 就可以掩蓋到底噪 應該是這樣吧 那它的充電盒還蠻穩固的 所以你蓋上幾乎是打不開的 你放在袋子裡就不用擔心你的耳機消失不見 那藍牙的連接穩定程度跟速度其實蠻快的 你只要打開盒子把耳機拿出來差不多10秒鐘 就可以連接成功 非常的迅速 以我個人使用的情況 我自己是不會推薦這個藍牙耳機 我也不會購買這個藍牙耳機 因為2000塊真的可以買到聽起來更好的藍牙耳機 那如果你只是想要運動的時候 聽到收音機品質的無線藍牙防水耳機 那這個還蠻適合你的 就可以考慮一下 OK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Hypersonic藍牙耳機的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按個讚訂閱 我們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個全部都是開箱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OK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